我們昨天就睡這個路邊啦 然後醒來 第一件事情是什麼 醒來第一件事情 走下來泡湯喔 這個像不像我們之前去住飯店啊 去日本啊或者是住有溫泉飯店的概念喔 對不對 免費的 但是如果你早一點醒的話 因為睡過頭了 因為我們睡到九點多了來不及了 如果睡到八點還可以去泡湯 沒有啊 泡湯關了 那到九點而已 再來要下午才會開 對他清場了 這個地方不錯 但是白天人比較多 喔 這個風起來就夠 夠舒服了 看一下喔 很多人都是 睡在這個上面 昨天晚上還有人睡到天亮 有嗎 基本上齁 先跟各位講 在這裡的話齁 這樣子睡 睡在這個旁邊是OK的 好溫暖 不要看到影片的時候 看到的時候 欸那些人怎麼睡在這樣子 因為 那不是來生活的 那個人家是來泡溫泉的 設計這個概念就是給人家這樣子 可以躺的 休息啊 對 躺這個 躺這個上面 然後可以小睡一下 非常的好 然後這個溫泉 這個叫做 黃金之湯 黃金之湯 這個 好啊 這個跟我們 泡開 我等一下把他挖起來就好 這個跟我們去那個哪裡 哪裡一樣的 那個 那個什麼去 我要講那講他忘記了 不是啊這跟我們上個禮拜去糾之者的 有什麼不一樣 黃金色的啊 這不會滾溜滾溜啊 這個泡碗不會滾溜滾溜 然後糾之者泡碗是會滾溜滾溜的 然後這個顏色就是生不見底 但是他沒有他聞到會有一點點那個 一點點的 一點點的那種類似鐵鏽那個味道 對啊 有啊在另外的 這邊有給大家聊天 金山雞仔裡面 金包梨裡面 鐵鏽味道小狗 金山雞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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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可以聽到我們的環境背景聲啦 都是一些大媽啦 大姨啦 應該都當地人啦 來這邊泡腳 台灣的24小時的 這種應該不多啦 我們等一下泡完要去吃 早午餐 喔有不好好睡的 欸太陽照到的時候車腿不會熱耶 剛剛好 變溫暖 在路上啦 唉唷 喔兩杯喔 好那我幫你沖淡一點 所以我們家的海洞機 底座找不到 哈哈 底座找不到 然後 我本來要去買 就買了 入買一台 我買這個 喔好可愛喔 不大啊還可以 而且它那個頭是尖嘴的耶 你要順便一條耶 這一個 這可以拿起來 喔可以單用就對了 就是我們 旋轉是磁吸的 喔那可以喔 那還是我們以後有奶泡機的朋友 早上時光齁 今天歡迎製造來我們家托波咖啡 給你喝看看 上次我 失敗 被五八哥鹹到不行 他說我的咖啡比古茶還要難喝 各位 泡那個真的太濃了 太濃了 因為那個上次磨的刻度 沒有用好啊 就將就把它沖完了 我想說這個豆子 所以你知道嗎 吃東西不能講久 我想說這個豆子這麼貴 我跟你講這個豆子很好喝 不錯啊 對不對 是不是很好喝喔 你看我們這個小平台多好用 但是這個可以再延伸一點嗎 不行 這個呢 可以啦 你看你到這邊 但是是下來的關係對不對 對 打掉重做就好了啦 你有老丈人可以任性 整台做打掉重做 編櫃不用吧 不行 我跟你講要做這一個 這一個 這裡有一個凸點 這個最主要是我要打掉重做的那個 原因 當時那時候 設計 有一點問題 這個應該讓它平的對不對 嗯 我們南部是整個都是做平的 然後它這邊是做一個凸點在這邊的 所以是各家工法不同啦 但是 這種東西 可是全部都還是要拆掉 因為我先都要重做 這個東西就是使用者的人才會知道 他的 問題 對 當初在做這一 幫我們做這一個 做的人喔 那個木工沒有車過經驗 那一個木工 做的木工的 所以他沒有考慮到這個 那個外包的那個木工他沒有 做完之後看到就傻眼了 沒辦法 就就微調啊 那是你有工廠可以微調啊 如果別人呢 就這樣就啊 不然呢 你應該是說 如果讓我們這邊做我們就可以幫你微調 也是可以的 因為有些人使用者的 你看那個誰 不是有一台零力嗎 你沒有拿來加熱嗎 我們可以加熱耶 我們有加熱機器 在哪裡倒進去 咖啡機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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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啊 整個面膠 這個 這一個東西喔 叫做 溫酒器 非常的好用喔 我們用幾年了 最少有五年了吧 它的電壓是一百的 嗯 不日本的啊 然後它的耗電瓦數大概就是兩百瓦 不到兩百瓦啊 如果它有在啟動大概是快三百啊 兩近三百 我們是拿來幹嘛的 平常是拿溫酒 平常是它的座在這邊 它的座在這裡 不要跟我講說在哪裡買的 因為這是日本上面的產品 然後在蝦皮上面找到的 非常的好用 還是有一千 上次有客人去買 好像說一千五有找 是喔 嗯 上次有客人說 他看到啊 他就說他去買 我說我也不知道哪裡買耶 不然你就蝦皮找找看 結果他就有找到 好用啦 真的好用 你用這麼久也沒壞掉喔 沒有 還在用喔 平常都在家裡用 冬天早上找什麼 譬如說我要用口紅啊 把它倒進小盒子裡 用這個 用這個 那我那天我們不是在家吃 烤鴨嗎 不是剩一點點 我不是來 我家裡面的微波 我就把它放在上面 微溫啊 微溫而已 這個最最高他是加到六十度而已 嗯 那他之後沒有辦法倒太高 要是哪 這溫酒氣啊 多功了 那你水沒管 使用 我們這次回家把這個拿下車 沒有要去泡 哪一個 這個 這個拿下車 喔 對啊對啊 這個要拿下車 那個是 糾織者的 那個 的那個必備產品 來咖啡好了 嗯 現在要喝一下原味好了 對 來 試一下 兩百 差不多 喔沒有還有一百七七要等一下倒 你把它倒 一人兩百 這個地方是黃港公公浴室 這個地方是黃港公公浴室 小小看這個冬天的太陽 你來笑什麼 等一下喔 我要講一下 我也來不及 我也不知道怎麼辦 沒有關係啊 不是 大叔打扮說 啊怎麼辦怎麼辦 拿衛生紙啊怎麼辦 然後我就被罵 我沒有怎麼辦啊 我就拿衛生紙啊 但是我也不會罵他啊 哈哈哈哈 我就一直笑而已啊 但是如果我打翻的時候 他就一直 你打翻你男孩子 WHF Tamam 我說你趕快擦啊 浪費人家的牛奶 我剛剛才在拍桌外面那個 這種天氣喔 那個 一定會被熱醒 不要 不要看這個齁 冬天的太陽 雖然... 現在溫度幾度啊 可以看得到嗎 車內 不是車內啦,車外 車外啦 23度 那你看,太陽還是會爬 大叔,你牽頭要先給 他有牽頭啊 你不用換線頭 我會鎖 我剛剛問牛奶 結果不小心被我打翻 我看你不要再溫了啦 等一下...不行,我就是要試 我把它拆乾淨 那個... 老闆娘有滿足了嗎 對啊 早上喝咖啡滿足啦 現在換是... 心靈滿足 現在是生理要滿足 所以我要去吃了 咖啡是...生靈喔 心靈 然後再來是生靈就對了 對 我今天泡的咖啡 有90分 90分 90分喔 不錯不錯 我覺得這個咖啡算不錯喝 也不貴 我那時候 這個濃度配上那個牛奶剛好 半磅買 四百塊而已 半磅買四百塊 對啊 便宜 便宜啦 其實我都不知道多少錢 外面這種咖啡 一包的行情大概都是 九百一千的 嗯 那就護照口就好 有一個會買 而且我上次買那個液晶一包一千 還沒這個好喝 不太一樣 口感不一樣 口味不開 有些喝起來你覺得好喝為什麼它便宜 是因為它的量大吧 我是這樣子猜的啊 有可 那有些為什麼它貴 像 產量少 產量少 空起來的東西也是 對啊 物以稀為貴啊 這裡叫石頭山公園 欸 我們現在可以來走走啊 對啊 公園裡面走走 好啦 那是因為我們今天下午還有其他行程 往上那邊就跟我走 什麼東西沒放好 有啊 現在外套躺在後面 佔據我兩個位置 所以你看到多樂就好 你知道這個前面這一塊啊 這個叫做前擋玻璃嗎 我們現在 真的是冬天 來給各位看一下 那個 你看一下那個路上的行人就知道了 有沒有 那個行人 有沒有看到那個行人 還有這個摩托車的 這個 然後這個 摩托車的 欸這裡也有遺漢 這裡也可以停車耶 我沒有廁所 對啊 這裡也可以啊 這裡有遺漢嗎 路 來去右邊停 走 走 路不走 沒有啊 沒有啊 過不去 沒有啦 2.3一定可以 看一下喔 我們現在要來 停一下立體的 各位開這種車齁 你能停的 說真的不多啦 這個停車場我們第一次進來 那是因為我們上面的高度 夠低啦 夠低 對啊 我們才2.1多而已啊 你看上面還有很長的距離才會碰到 那 那 這時候我要跟各位講一個齁 為什麼我們喜歡開這種相形車來車過 因為 還有很多停車場可以下的 那如果今天你開的是什麼 承載式的 柏尼 就可以來嗎 我跟你講 高頂跟承載式百分之百就不行了 齁 你想都別想 齁 這個就是它的缺點 但是每一種車都有它的優缺點 都是比較矮一點 那你就停停外面吧 對不對 對啊 位置啊 上來這裡 位置就是特別多 你愛怎麼停就怎麼停